这一阵全网都在做烤肠 趁猪肉架还可以 我家赶紧又囤了一些 如何做出Q弹好吃 不爆又饱满多汁的脆皮烤肠呢 今天来分享所有的要点和好吃的配方 猪肉选这种二肥八瘦的 把所有的筋膜剔掉 瘦的轻轻搅打两下 打成这种颗粒状 肥的越细越好 这样吃起来又香 还不会有大肥肉 所有配料混合到一起放入中间 再准备冰水 放入大葱抓出葱汁 直接加入桶中 肉肠够不够Q弹 全在搅拌这一步 我用面包机代替比较省力 手脚的话就顺一个方向 使劲搅就行 倒扣过来以后呢 摇晃着都不会掉下去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后再加点大颗粒的黑胡椒 馅儿就做好了 肠衣呢选一款质量好 没破洞的 先洗掉表面的盐分 中间呢灌一下水 这样洗得更干净 加上清水和料酒 浸泡上半小时 灌肠也有小技巧 中间打一点馅儿 这样呢很容易把肠衣就穿上来了 灌香肠最好一步到位 这样可以避免中间有太多的空气 灌个七八分满就行 每十公分扎一个截儿 然后扎眼排气防止爆开 尤其是表面能看见空的底儿一定要扎 吹上一个小时 这样皮呢更脆 煮也不容易爆 冷水下锅小火开始煮 保持80度左右 撕开非开的状态 煮大概一小时全部飘起就可以了 过一下凉水清洗一下 装好袋放冰箱冷冻保存即可 分享了这么多要点给你 记得点击关注收藏哦